好,各位聲明朋友,大家午安 今天中央公布本土34例,境外93例 那算在臺北的帳內的,本土3例,境外19例 事實上從昨天本土有83例,那今天34例 其實重點不是病例多少,而是它是屬於幾條傳遞鏈 那目前歸納起來,中央歸納起來,大概從昨天到今天,大概至少有11條的傳播鏈 那這也很輕的表示說,這個已經又重新開始出現市區感染了 台北市有感染,外縣市沒有,這有可能 外縣市有感染,台北市沒有感染,這不可能 因為我們現在台北,大概每天有90萬人進到市區中心 不管上班上學,洽工中,台北出去大概是10萬 因為每天大概有90萬進來台北,所以這件事從來自台灣各地 所以雖然昨天說什麼台北加零,我現在想說不可能 很快一定會有,果然今天就有三例 在算案例的時候,它屬於外縣市的戶籍 可是問題是因為它有到台北市來吃飯、洽工等等 所以目前我們在台北還在,隨著這個疫調在進行 居家隔離,匡列人數還在增加 戴口罩、情緒手、保持、社交距離還有10連制 這10連制就是用記名悠遊卡,最方便我們可以找到你 隔離14天 按照科學的 絕大多數會在14天內都會 因為在潛伏期要超過14天,很少 現在開始降到10天,你知道 就開始有一些會漏網之一跑出去 如果每天入境確診100例 這還是我們的航班還是關掉75%的 如果航班再往上增加,那每天入境確診人數還會增加 第二點 如果這個檢疫的這種時間,再從10天再往下降的話 那就漏網之一就會更多 疫情會不會在4月爆發,取決於 我們現在邊境防疫要多嚴格 如果是我來決定的話,恐怕將來要縮減的時候 如果要更保守就是 不要一下子說10天掉 降7天 10天變9天,9天變8天,慢慢降 舉出發在 之前批評您說 之前的預言都不準 但對比這幾天的疫情狀況,你怎麼看他的這個說法 這也比較預言准不准 當然我們是這樣,我們是呼籲,要小心要注意 不過是這樣 政府是不要凌家專業 我們再怎樣 我還是台大醫學外科教授 醫療人員叫我閉嘴 我是乖乖閉嘴 如果心裡面想說拜託,我還是專業人士 我們有一次不懂,我還是重鎮專家 所以 不要政治凌家專業 說 brass不懂不懂 接下來 會是 重鎮 arkadaş 佛